防疫宅在家诈骗案件逐年增加 根据警政署的资料显示 今年比往年成长两倍 诈骗集团方法与时俱进 跟着时事滚动式修正 真的是防不身防 但只要抓紧验证这个关键字 就可以避免荷包损失 中家宽平吉隆这次前进校园 教孩子们抽名试读 还有一个很好用的平台 就是有打假社群平台 让大家去追求这个真实性 现在很方便 媒体素养提升了 还可以善用各式软体 来编辑属于自己的影片 从借位的拍摄手法着手 让学生了解镜头语言 在手机里面 其实一般拿起来随意拍一拍 或者是录个影 那这些随意拍的东西 没有经过后置的编修 其实它是不太有所用处的素材 但是经过 一旦经过后置 来修正之后 它就可以很有效地成为一个 我们个人的一个行销 或者是个人的一个推荐 或者是对个人的一个形象 你的宣传都很有方便 那当然可以推广到 个人的公司 企业 那都很方便 现在手机真的无所不能 了解用镜头说故事后 再把影片剪辑串联 就有了属于自己的故事 善用手机软体编辑 真的很损失 镜头的焦段 那尤其是有牵涉到一个叫做景深 就是它整个焦距的一个范围程度 那景深一定要全景深 越高越好 那所用到的镜头 几乎都是至少标准到广角 长焦可能就很难做到 那景深够 那借位摄影自然就容易取得 就可以能够有这样的效果 如果用手机的话 那当然就不要去推 区区推镜头 那样它原本的size 那如果手机有那种广角镜的 像三颗岩的 那就用广角 那然后呢 光线一定要足 光线足它光够 它景深自然就够 那效果会更好 透过分享解说 让师生们收获满满 其实这个结合我们九年级 有一堂的弹性课程 我们这堂课的名字就叫做 媒体试读 那能够邀请到导演 或者是专家 这个业界的专家来 其实对孩子都是 很特别的体验之外 我觉得对于媒体素养 也能够有所增进 所以其实是很特别的体验 那孩子们都很兴奋 孩子们不是被动的知识接收者 而是开始拥有思辨力的 独立思考者 再加上手机APP 或相机摄影机操作技巧 学生自己就能拍出一部 有内容的作品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